好,各位現在看到我們已經把東西準備好了對不對 五在旁邊,顏色你們自己決定 顏色你們自己決定,大小呢就是400 好,那現在呢,要來看一下 第一步呢,它一定是先在外面 因為它是要進來又出去的 進來又出去 所以呢,第一個,它先在外面 然後呢,它呢,規定是這樣 你只要要做動畫 那麼你勢必,它要求要先轉成元件 所以呢,通常我養成習慣就是說 我們會先轉換成元件 把主放在這個物件上面 右鍵點一下,先轉換成元件 這元件它有三種 這元件有三種 通常的話呢,我們內定都是放在第一種 第一種也都是我們放最多的地方 第二種跟第三種的話呢,比較特別 通常我們都是呢,以第一種,以片片段 那它的特質就是它本身啊 我們後面就會講到 它可以做動畫當中的動畫 它有這個特性 所以呢,我們通常呢,讓它保有最大的特性 至於呢,名稱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呢 盡量呢,都是跟它的主題 跟它的物件呢,最相關性 所以我就給它搭一個股圈好了 代表就是它自己 我按確定 好,這樣子呢 它本身啊,就已經怎麼樣 它就是元件了 剛剛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對老師,它如果已經轉成元件了 我還可以改它的字型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只要你進到元件庫去改它就好 同學,怎麼進到元件庫 有兩個方法 我們提供各位參考一下 第一個 你呢,現在點到它 你現在點到它呢 它在這裡 是不會跑出文字的屬性讓你改的 不會 因為它已經變元件 你點到它 它右邊這邊是元件的屬性 是元件的屬性讓你改 那它文字的屬性呢 你必須要怎麼樣 要深入到它的元件庫去改它自己 所以呢,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 你到上面這邊來 從這邊啊 可以進去元件庫 選到我們的名字進來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啊 就進到元件庫了 從左上角這邊可以判斷出來 我們現在在五號的這個元件庫裡面 你這時候呢 就可以針對它 再去改 有沒有 右邊這邊就跑出文字的屬性了 有沒有 所以呢 你進到元件庫 就可以改它最原始的屬性 改完了以後呢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紅色好了 好 改完之後呢 記得你要出來 你本來你現在是在倉庫裡面喔 你要出來補台啊 再做齁 所以那各位呢 麻煩你一定要特別記得 這概念很重要喔 上面的時間軸 你也不要揮開 各位呢 我們的時間軸 有分兩種時間軸 各位知道嗎 哪兩種時間軸 一種是五台的時間軸 一種是元件庫裡面的時間軸 所以同學我請問你 上面這個時間軸 現在是指的是哪一種時間軸 元件庫裡面的喔 明白嗎 因為我現在是在元件庫裡面嘛 所以上面的時間軸 是針對我現在這個元件庫裡面的 這一個東西的時間軸 它是獨特的 是獨立它的 等到我回到了舞台 我按了場景一 我按一下場景一 好 同學 我按一下場景一之後呢 請問我是不是回到舞台了 回到舞台之後 那上面的時間軸是誰的 對 就是舞台的時間軸 這樣了解嗎 這兩個時間軸是分開的 是不一樣的 這個概念 如果一定要清楚 要不然 你哪做複雜的動畫你就亂了 好 好 所以呢 這兩個時間軸 他們是各自獨立 不相干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開始做動畫了 所以呢 我的動畫 舞啊 要進去 又出來 我是坐在舞台的動畫 坐在舞台的時間軸 這一點請各位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現在我要開始做囉 我已經轉好 轉成元件了 我們到第一格 去建立移動的普間動畫 移動的普間動畫 就是我給他第一格的位置 給他最後一個的位置 中間請他自動幫我補起來 變成一個動畫的過程 這叫做移動普間動畫 按一下 通常他內定值一定是給你一秒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通常內定值一定是給你一秒的時間 他會自動停在幾格 對 24格的位置 停在24格的位置 然後呢 注意一下 基本上啊 我們一開始有需要那麼多嗎 沒有對不對 這中間牽涉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呢 我們希望出去 進去又出來 那當然是一秒鐘的時間沒有錯 那他現在給我一秒鐘 我們呢 進去又出來呢 就要把這一秒鐘把它用完 那各位請看現在 請注意看喔 現在呢 第一格 是不是在外面 沒錯吧 那請問 進來這邊又說要去第幾格 是不是要在12格 所以呢 你在12格這邊的時候 在12格這邊的時候 你停在12格這邊啊 你如果就把它移進來 我把它移進來 好 我把它移進來 各位你看一下 欸 按太快了 我跑出來 故意一下 好 來 各位你看喔 我假設呢 我現在點到12格 紅框停在12格位置 好 我現在呢 把它呢 把它移進來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現象 什麼東西跑出來了 第一個 這邊是排個黑點了 有沒有排個黑點 有吧 那黑點出來代表什麼意思 對 對 就代表它已經在這邊建立一個什麼 關 鍵 一格 所以呢 同學請看 第一格 本來在外面 我呢 把這個紅框呢 在第12格點一下 這紅框跑過來之後 定位在這個以後呢 我把東西直接拉進來 它一感受到我的位置不一樣了 立刻就建了一個關鍵影格 把它建立一個 定義它新的位置在這裡了 所以各位你看 我現在呢 動畫做給你看喔 我按Play 同學 請問它跑進來是不是成功了 有沒有看到 那請問它接下來怎麼跑出去 下個動作要怎麼跑出去 對 24格 就是我們要讓它跑出去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定位在最後一格 讓這個紅框 定位在最後一格以後 我把它怎麼樣 對 按住 用黑色的箭頭 把它按住 拉出去 好 同學 你看 最後一格 是不是又一個跑黑點出來了 所以呢 有黑點的地方 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著它的位置 就是怎麼樣 就是有所變化的 對不對 按一下Enter 這樣子 是不是就完成動作了 所以一個基本的動畫 一個基本的動畫 你要它跑到哪邊去 各位 有沒有建立一個概念呢 你要它位置做變化 第一步要先做什麼 還記不記得 喔 來各位你注意看 喔 剛剛如果你沒有看清楚了 喔 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這個觀念很重要 我們先建立觀念再做東西 喔 你注意看 好 再做一次喔 當我把它轉成原件之後 喔 這各位都沒問題 喔 然後呢 當我開始在這一格 先建立移動普遍動畫 這動作是一定要先要做的 然後它會給我們一秒的時間 啊如果萬一以後呢 太長太短 這個我們要告訴各位 怎麼增加 現在呢 我們就以這一秒來看 怎麼樣完成進去又出來 喔 來各位請看喔 請問第一格 現在第一格 黑黑的點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了 第12格 第12格 是不是應該到裡面去了 那各位呢 我是先移 還是先定位上面的格子 對 沒錯 有同學 就是永遠做顛倒 所以他從頭到尾 東西始終沒動 聽懂嗎 記得 先定位 先定位好上面的格子 紅框先定過來 你再去移動它的位置 這樣子 了解了嗎 好 現在呢 它要跑出去了 同學 我要把它拉出去 是先拉出去 還是先定位上面的格子 對 很好 先定位好上面的位置 格子先定位好 你再去把它移出去 如果你覺得回來不好 你要把它移下去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先定位好之後 你要把它移到哪裡去 那就隨便你了 來各位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動畫了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什麼概念 就是先定位好你的影格 再去移動你的東西 這樣概念記起來了嘛 好 那麼我先停在這邊 那麼我們先把螢幕還給各位 所以 觀念先建立起來 你在做東西 就可以減少失誤之外 你自己就很清楚 你做錯了 在哪個環節不對 好 好 那剛剛忘記給各位去上一下廁所 那麼如果你要上廁所了 現在可以去上一下廁所 好不好 好 那 五會做了 我們下一步就來做四 好不好 那是要從哪邊開始做 各位先想一下 想一下 你試著自己做做看 試著自己做做看 做錯了 你都把那個圖層刪掉就好 沒關係 嘗試錯誤是可以的 這個 我覺得嘗試錯誤很重要 你做錯了才知道說你怎麼做對 所以你可以想著你意義的直覺 先試著做做看 不對了 沒關係 嘗試幾次 那等一下呢 我再講 再把它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差別在哪邊 好 我們先上一下廁所 上一下廁所 好 好